Hello 各位蜘蛛蜊大家好 上一場球輸給白麗頓 大家都可以當作起步 還未相信 吸收了經驗 叫做當頭棒學 上一場球我這樣形容 其實一次當頭棒學就沒什麼所謂 只要你自己反省 改了你的錯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太介意 但來到第二場 這場球真的太介意 4比0 輸給斌福特 斌福特 我賽前分析也說 這隊球 我期望他今年的排名 大概是10至15名 不會高於第10 實力真的是中下游 但竟然我們可以是4比0這樣輸 一輸完 還要是萬聯跌到最後 因為得失球差的關係 還有幾隊都是全敗的 韋斯咸也是全敗的 但別人是對過一隊強隊 對萬成 我們兩隊都是對中下游 結果都是兩年敗 當然我相信我和大家的心情差不多 上年我們也試過 半場輸給利物浦 4球球 始終那隊是利物浦 雖然是死敵也好 但別人是強隊 亦都是冠亞軍的爭奪者 我們這次是沒有得比的 近年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一場 是覺得這麼安慰 萬聯竟然來到這個地步 有網友就好像安慰我 或者安慰其他網友 應該他是阿仙奴球員 其實阿仙奴的角度是我們 上季都是這樣 三年敗 但是你看到阿仙奴當年 三年敗 有兩場是車路士萬成 都是這個問題 我們這兩隊是白禮頓和賓福特 你連輸給這兩隊 如果是你的話 我相信你也接受不了 如果你現在輸給熱刺車路士 阿仙奴、萬成、利物浦 隨便兩隊 其實我想大部份漫迷 都不會有太大的反應 知道對球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做人要有下限 萬聯 你應該有自己的球會最低的層 你不能夠接受到這樣 當然阿仙奴輸完兩場球 人家最重要的是反彈 輸完三場 贏回三場 三連勝 還有一場是對熱刺的北倫敦 你說我們萬聯做不做的 你問心 當日的阿仙奴 我相信那時候的阿仙奴球迷 是不算太灰的 其實其他球迷都會贏他們 但是現在萬聯球迷 我相信大部份人都沒有信心 我們做不做到三連勝反彈 我不管下一場對你的普場 這場其實我也打定輸數 相信大家都一樣 接著的對手是修咸頓 李斯特成和阿仙奴 你做不做到三連勝 不可能的 大家問心講 修咸頓呢 雖然今年是一點都不必的 其實他們一場球都沒有贏 頭兩場都是一和一負 李斯特成也是 都是打得差的 但是一向修咸頓加球 就是刻著我們 他們就是打迫搶 進取和侵略性的 我們對著他會不會有甜頭呢 我相信以現在這個狀態 就算是多樂觀的球迷 都不會有 李斯特成也是 人家打起來可以很鐵筒 塞在後面 三後衛 五後衛 一定是可以塞死我們 第六場球 更加不用說 對阿仙奴 現在的阿仙奴 和我們無論你主場座下 打什麼都好 我相信也不會是一場 有感覺會有優勢的比賽 所以你想反彈 我們都看不到反彈的希望 是去到第七場 可能對著水晶弓 熱身賽的時候 你看到水晶弓一般 開球真的一般 他們又不是特別擅長逼搶 這一場才是真正有機會 會有一點點把握 到列斯聯 列斯聯 又是比較是 往職 被我們克制 第八場 第九場 去到萬成 其實季初的賽程 沒有多少空間 讓我們浪費 我都以為自己看得很開 上季 踢成這樣 我應該百毒不侵 但不是的 今場球之後 我還是很灰 事實上影響到心情 不知道大家 能否理解得到 這件事 其實對我們日常生活 沒有什麼關係 吃飯 吃飯 做事做事 讀書讀書 其實沒有影響 但事實上真的會 牽扯到 每一個萬迷的心情 但我都 繼續會跟大家分析 這場球 我做這部影片 我特地看回 前五十幾六十分鐘 這五六十分鐘 好像 插完自己的刀 再在同一個箱子上 插到一堆 是真的辛苦 所以 希望大家看的時候 不要太辛苦 我不會說到太灰 但真的需要 去分析一下 問題在哪裏 現在這樣的一場大敗 就不是戰術或個別球員的犯錯 是可以解釋得到的 怎樣犯錯 都不會大敗給賓福特 就是賓福特 在其他英招十九隊 哪一隊對著他 你覺得會大敗給他 我相信真的沒有 就算是星班馬 也好 你看到心流 贏到衛斯咸 富咸 連和兩場 對強隊不下風 是沒有的 所以就不是表面的問題 我今天更加想 去分析一些深層的問題 即是給大家看看 究竟我們刮骨 尿不尿得相不知 試試刮骨 看看骨有什麼事 首先我們討論一下 賽前的布置問題 這場球 上場我說 廷克出錯陣 你打費特亞蜜湯 這些不太好 打沒有前鋒 也不太好 這場他就擺回斯朗 起碼有前鋒 這方面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是否沒有問題 你看到他的陣容 其實你 你不要理會是否傳控 即是打什麼戰術 我不要理會 你正常球迷 用共識 這樣擺放的中場 你覺得是否有機會 會贏到球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覺得 你看 怎麼可能會 艾力森、輝特和班奴 是會夠打的 你正在踢英超 英超這套陣容擺出來 誰都知道中場會輸 淋到不得了 沒有防守力 不只是防守 你沒有足夠的拼搶能力 阿力森和班奴 兩個都不會 真的可以跟別人撞 對扯 對扯 他兩個都是馬尼 只有一個費特 你做到什麼 費特 從來 其實我們証明過 費特 只有他一個防守 其實他做不到 他需要隔壁有多個馬尼 或者有多個蜜湯 他才會做到他那種拼搶 因為只有他一個 其實以他這麼單薄的身形 他好像會消失了 而的而且這場球 他真的消失了 這個中場擺出來 是形同虛設的 後防會選擇達洛 麥加雅和馬天尼斯 這也是上場的後防 梳爾 馬後炮 就是他最後的球球失了 很難看 但如果你不說 當未知這球球出現之前 其實上場也已經批評他很多次 他的狀態明顯跌了 是否又是要試試新的 會好一點呢 但無論如何 其他位置什麼都好 最主要是中場 你氣用蜜湯是對的 劉菲特 可圈可點 因為真的沒有其他人 如果你不用菲特 頂盡就用加拿 但他就把菲特的位置 和阿力神對調 因為上場的菲特 實在在拖後中場太差了 所以他就想了辦法 將菲特 和阿力神對調 然後阿力神拖後 因為上場的下半場 他就覺得OK 我用阿力神拖後 但其實 這是兩件事 上場對白禮頓 為何他打下半場 會拖後打得好呢 因為白禮頓已經收了兵 別人拿著兩球 任你猜 即他縮後了 到後防守 這次你正選擺出來 別人的體能是滿 充滿電的 他就是和你迫搶的 是兩回事 即你落後的時候 變陣 然後拼命 有機會有用 即這個形勢 你好像打仗這樣 一開球 不過你就派了些工兵 向前面衝 死定了 你肯定 你真的要在形勢上 即打死霸奏 背水一戰的時候 都仍然有機會 你這樣做 其實是 完全是一個極大的冒險 結果這套陣容 費特、班奴、艾力森 其實我季前 一兩個月前 未開球的時候 剛剛艾力森來的時候 我一直都在分析 怎樣用艾力森 怎樣跟班奴共用 我得出的結論 就是 如果你要一起 放在中場裡用 你只能夠拼命 即你落後 兩球、三球 好似上場 輸了兩球球 你真的要拼取 那形勢你覺得是許可的 你便拼一下 你不能夠做常規的去用 這個賽前 貴前都一定提得到 實際上你這樣用 我只能夠說 廳客真的太看小英超 你不能夠 這麼看輕英超 的中下游球隊 每一隊都有這麼大的強度 都有一定的技術 這不是何甲 只能夠說 他有份交學費 這場球是有份交學費的 那這三個中場發揮怎樣 當然是災難 即是你看數字 不看數字 看內容是災難 看數字都是災難 這三個人加起來 只有兩次Tackle 四次Interception 而這個數據 你應是一個防中的數據 即是如果你想想起以前 輝特專心打掃檔的時候 他一個人都會多過兩個Tackle 四個Intercept 他打得好的時候 是四、五個Tackle 三、四個Interception 其實三個人加起來 都沒有一個人的屏障作用 你對比對手的中場 諾加特 或者對手的中場 贊實 其實人家一個人的數據 都不差得過我們三個加起來 那你就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是迫搶的強度不夠 這場不只是輸在傳控上面 你傳控做得更好也好 你總有機會會失球 失了球 你搶不搶得回 都是傳控的一個重點 你每次都搶得很漂亮 你都要攻 攻也要冒險 冒險那一刻失了 被人打回頭那一刻 你能否停止到別人 能否延遲到別人的防空 進攻呢 沒有一次可以做到 幾乎每一次都是輸 對手的讚神賽後訪問 我相信大家都有機會看過 他講得很清楚 他們的戰術很清晰就是押著 五萬聯的六合位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命令 對手的教練法蘭克 實在太清楚了 他對艾力臣很清楚他的實力 他的強處 他的弱點 他講得很清楚 他不能讓艾力臣轉身輕鬆 拿著球來用 結果 今場的艾力臣 在上半場來說 他打單拖後防足的時候 他沒有一次是舒服地拿球 而他的強項又發揮不到 他的弱項又被人暴露出來 那當然是輸 是吧 第二球是爭不了的 每一次都是奔福特場 這個人家是有針對性的部署 趕快出口 我就是這樣踢跌 那人是成功的 那你看看我們全隊的戰鬥精神 是絕對不夠 他中場是一個重點的失敗的地方 你看看Precious的次數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去年 剛剛進來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和大家看Precious的次數 當時我們最勤力的時候 一場是有160到170次的Precious 而今場是只有93次的 你能不能夠想像一隊輸四球的球隊 是少於上櫃一半的Precious 是吧 其實我想不能夠說他們沒有心 是真的沒有力 這套陣容擺出來是完全劣勢的 當你中圈完全搶不到球來用的 其實其他位都Precious不到 因為你每次都迫上去 每次飆上去的話 後面更加多空間 其實就是輸了在中圈 而艾力森只有兩次 打拖後防中只有兩次Precious 就不用玩了 結果又是輸了禁區頂的球 又是輸中場 輸反擊 沒有人壓迫 那對手當然是反擊 是很輕鬆的 第三球球 輸高球 我待會會逐球失球再講 但現在簡單講 輸高球 你早知道的 我賽前分析都會講 賓福特上場球 東來高球 是輸入中圈 中圈的典型 打給你看 人家是擅長高球 擅長死球 你沒理由不知道 我也知道 我這些業餘的分析都知道 你請那麼多 球場分析師 影像分析師 是做甚麼 你看看 連Sky Sport都知道 他打一個信號出來 上季Brunford 是入Z pieces 最高的其中幾隊之一 22球曼城 曼城為何入得多 當然他有直接死球多 利物浦直接入的死球也有 阿仙奴配合多 你知道亞迪達 其實搞這些細節很厲害 幾個中堅都會喜歡入很多頭槌 賓福特是並列第三、第四 你這樣的情況下 知道面對這個對手 你會不會是用馬天尼斯打中堅 就算你是上季 如果你沒有馬天尼斯 如果你這場擺連迪諾夫 我覺得都要輸 因為你高空是一個重點要佈防的位置 一定要用密加亞加華拉尼 一定要用兩個最善頂的中堅 甚至如果你對球不是太有信心 不太順 譬如我們 你擺保守一點點 你擺放三中堅 其實我覺得都是合情合理 但偏偏 其實廷克 又是經驗不夠 是否英超經驗不夠 其實當初高普來到英超 他親口說 我被英超弱隊的死球戰術 是嚇到呆了 我不知道廷克有沒有呆了 我希望他現在被嚇到呆了 而以後他懂得應對 這些隊 你真的要小心 死球這些東西不是新價可以決定 五千萬中堅 六千萬中堅都好 他1.75 就是1.75 頂不贏 第三球又輸 就是輸身高 賽前建議的陣容 是否不能改 其實不是 你用華拉尼 用密加亞 是否兩個最善頂 達諾索爾 我當你 當你沒辦法 馬拉西亞又是矮一點 如果防高球 可以 中間 沒有人打到防中 我就試試馬天尼斯打防中 出一個高一點的雲迪迫 阿力森 搬奧 他打中場又不行 我就試試打左翼 反正都不行 福仔今年 今天這場打左翼 都是沒有用的 用哪個都沒有用 就試試 你再後備換福仔又可以 不是去到最悠閒 是完全沒有人讓你選擇 其實萬輪現在 雖然陣容不強 但你用得好一點 我不敢說 用我建議那套陣容 一定會贏 但肯定不會兵白如山島 你放得多 放馬天尼斯在防中 好像以前馬迪那種打法 偶爾拉下來打三中堅 一推開 兩個閘位推上去 所以那球又不用輸 那麼厲害的反擊 多個人在後面 可能已經不用輸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小小調整的東西 你對球比較穩陣 這裡比較穩陣 那邊比較穩陣 就不用輸得那麼快 輸一球回半場 下半場變陣 可能追得回 沒有人叫你一球輸了四球 輸得四球 就只能夠說 是真的很多問題 一定是一大堆問題 加起來才會輸成這樣 還有就是這個對手 我顧密論他現在的實力 但是 他是一隊我們剛剛贏的對手 大家想起三個月前 我們這隊球很糟糕 快到遠跪的時候 忘記了 尾二那場 尾三那場 對於奔福特 那場球我們是贏三比人 只是三個月前 五月中的時候 到八月中 其實現在奔福特 有沒有買到人 有 但是他沒有用過他的新的人 都是那隊球 會不會突然間他三個月之內 飛黃騰達大飛躍 即是大飛躍到很厲害 沒有啊 他有沒有進步過 我不覺得他有進步太多 而對手的陣容 有九個都跟今晚一樣 即是一兩個就是達斯華不同 接著有一個球員傷了 中堅Bang Me 上年就不是Bang Me 根本就沒有勁 就怎樣 即是他解釋 就是只有一個解釋 就是我們糟糕了 我們比上季 現在這個必須要是承認的問題 即是當日那套的陣容 我們都不是大改的 即是馬迪現在走了 給個紅色 那蓮麗諾夫就傷了 但是你用馬鐵尼斯 那蓮麗諾夫 也不會差太遠 那蓮麗諾夫 那蓮麗諾夫 也不會差太遠 但也不是差太遠 那天就是用Buno打左翼 是吧 用Buno打左翼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馬達在那裡 那場球我們一定有記憶 即是現在你說回 就是一場我們打傳控 打得很帥仔 那接著就贏 奔福特3比0 控住來踢 奔福特是完全沒有任何辦法的 對我們 是吧 是吧 現在你馬達不在那裡 你便用艾力神代替 是吧 馬迪不在那裡 你便用馬天尼斯代替 不會差太遠 那你證明 是吧 用回我這套陣容 其實是真的沒有什麼輸 我相信輸4比0的機會 會接近是0的 贏我真的不敢說 是吧 但輸我真的覺得不好 奔福特是真的不應該輸的 那現在來到今天這個問題 究竟我覺得有一個問題要問 大家就是 現在是傳控緊要的 即是我們去改一套戰術緊要的 還是拿分緊要的 是吧 現在如果你真的練新戰術是要的 我相信大家今年的目標 即是對對波的要求 都是練到一套戰術出來 打得很好看 成績就沒有什麼人有什麼期望 從來我想今季都沒有什麼人想過 一定會入到前四 即是突飛晚進 應該不會的 拿到第六 拿到歐八杯席位 我相信 大部分的賣民應該都可以接受 前提就是你打到一套戰術 但是現在你在起步的階段 這麼難受 是不是輸了一場三分比百拉特 再輸一場奔福特 我想你要面對現實 即是如果你再是 老得一的想法就是 我現在要改善所有東西 尊尊尊尊 是不是真的可以 我真的有少少擔心 如果你再這樣 一美要求全球 即是極端到現在 用艾力神打防築 你這樣下去 我真的怕我們一路都不會有分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球員會怎樣呢 你一路輸下去 不斷地輸 不斷地輸 你就算幾有念頭都沒有用 即是有時現實的問題就是 你是需要有一定的成績去支援 你要一群球員有自信 他相信你說那一套 你才能夠改到自信 現在你這樣一路輸下去 你輸多一場就三連敗 輸多一場就四連敗 四連敗之後 你的球員不要說反你 我當他們很乖 但他們會自己懷疑自己 自己行不行 其實這個情況已經出現了 即是球員現在是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究竟應該跟教練 即是現在的球員沒有什麼人搞事 他其實身底裏都想跟教練做 短傳我們盡量保持球在地下 不要大腳亂斬上去 但去到一些緊要的關頭 他又會懷疑自己 即是你看到他熱身賽 訓練那些他做得不錯 因為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之下 跟著教練 他們其實技術有一定的功底 沒有人逼他 熱身賽輸了一顆 沒什麼所謂 那就做到 來到聯賽一有壓力 不然他的強度 手藝更高 奔覆特逼 逼得很徹底 他們就會懷疑自己 即是現在萬聯球員的心態 是不夠強 他根本我見不到有一個人 是相信自己 是很自信去做 自信 就不是你做到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做到 在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都覺得自己有機會做到的事情 才叫做自信 你現在就看到那些人 一人進入了這一球 我們對球就散了 是不 被人迫搶 一兩下 即是我們做觀眾 就當然是在 譬如我們在YouTube罵 他心裏面 我相信他在罵 自己 我做了什麼 當你一有這樣的心態 其實不用踢 你這麼懷疑自己 是不會踢得出好的水準 當我們這場球 我們看到球員 輸了兩三球 你會看到 連戰術部署也轉 我不相信 是廷克叫他們這樣做 廷克 我相信他是一個 比較固執的教練 他是想他們的球 跟著他做 無論如何 你都要跟著我的遊戲計劃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你會看到 那些人是動搖 兩三球之後 開始地驚訝龍門球 三四十分鐘之後 就會變成 插手叫人上去 推他上去 開大腳 閘位又開始斬大腳 給施朗 但是 你知道這些東西 斬的就不夠僵 但其他的球員 可能有些是以為 你會短傳 他還未放棄 有些人未放棄 他會下來幫你 下來打算迎球 給你交短傳 有兩個下來了 而你斬的球上去 其實前面 就不夠人搶第二球 只有施朗一個 因為其他人沒有想著你會斬 那一個施朗在這裏 怎麼頂呢 每個都在散 散下去 想著幫你 沒有人是散上去的 就是每個人的思維 都是不同的 那就是導致對球 是集體超級大的撕裂 你看到是各自為戰 完全是看不到是一隊球隊 聽一下其實一直都有說 那些人其實訓練是做得好 包括上場球也好 今場球也好 有記者問到他 你覺得迪基亞是怎樣 迪基亞 我們不要說撲狗那些 那些失誤就算了 他能不能夠適應到你那套戰術 是不是全空 猜猜 後場的組織 他行不行 聽一下很有趣 他回答 我對他有信心 因為我看到他在訓練上做到 他這樣回答 我覺得他真的對曼聯球員的理解 是一個重大的盲點 就是他不知道曼聯球員 從來都是訓練場上的球王 這個上季 蘭Sir已經中過一次服 蘭Sir也不斷被人問 你覺得福仔是怎樣 你會不會做些事幫助他 他表現差 蘭Sir開頭說他訓練得很好 我對他很有信心 後來他就說他訓練得很好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訓練到 踢到的東西 他比賽是踢不出來的 不單止迪基亞一個 不單止福仔一個 我很相信這班馬聯球員 大部分在訓練場上 都是踢得相當好 包括誰 包括麥湯龍輝 我相信他們訓練場上 並非這麼差 但出來就是這麼差 可能他可以理解得到 為什麼每個教練都會用他們 就是因為他在Closed Door Back Door後面 看到的東西和我們看到的不同 差距就會相當大 但這件事 聽黑你要盡快知道 其實是白費了蘭Sir 那半年的觀察和總結 他很明顯跟蘭Sir的溝通不是太多 你不知道這件事 是救不起對球 我現在覺得 萬聯班球是輸到驚訝 現在不是要分析他的技術 有些什麼 傳統能力不夠 或者那些 扣球能力不夠 並不是這些 他們的技術 現在 你給他們全部 像打機一樣 加他們的數值 每個人加10都好 他都是要輸的 因為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會做得到 他輸到自己 不相信自己會贏 迪基亞你看他受訪 他是勇敢的 因為這次他自己是要求他自己接受訪問的賽後 這件事給他 他是勇於承擔 他即是說自己是這場球的罪神 但你看到他說話 他是有一種很頹喪的態度 用字語氣什麼都好 他看不到他是一個萬聯球員的樣貌 即是你看到他 我們覺得輸了 其實就輸了 他說 我不覺得萬聯是會追得到的 即是失了第一球球 就覺得這場球是輸了 這件事 是不應該在萬聯球員上出現的 但是的確整隊球 現在就是這樣 落後是不會追得快的 這個是上季開始已經是這樣 前一季我們還不斷反勝 但是上季無緣無緣無故 又輸了一場決賽歐霸杯 再加上歐國杯的悲劇之後 是完全散開的 我心理是完全散開的 再加上就是 現在對球根本沒有一個有效的領導者 這個領導者的問題 其實很多教練都有說 其實很重要 這件事不是錢買回來的 譬如車路士這樣 他們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阿斯比利古達 和泰亞高斯華的後場領導 是吧 我們真的沒有 上季還有馬迪 馬達 這些危急關頭 是吧 用他們出來 他們可以贏一場 奔福特三給你 有他們在這裏 我心理弱的 有這些老將站出來 幫他們面對 幫他們頂住壓力 現在沒有 現在站出來的 是特基亞 我們見不到我們的隊長 或者副隊長 副隊長是誰 我也不知道 麥加瓦 一向都是一般 今場球被人罵的 集中當然是斯朗 即是說他在賽後 是自己走回跟衣室 不去跟球迷道歉 其實麥加瓦 也是另一個 走在斯朗隔離的 就是麥加瓦 但是沒有人說他 因為斯朗拿到的重點 就是被人鞭打的焦點 一直都是 麥加瓦 是應該第一個 帶著你的隊友 你要拘捕你的隊友去動血 但結果他自己是 他走 是跟斯朗一起走 那誰可以做個領導 斯朗現在又好像 在跟衣室上是犯中真 麥加瓦做不到 那這隊球 一隊沒有領導者的球 你想他走到哪裡 很明顯就是不行 陣容是弱的 這件事沒有人會質疑 是差的 但是真心 真心 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真的不是能力的問題 能力怎樣差都好 是不會差到要輸給 這一刻 你想 爭什麼兵都是多餘的 你買誰進來 除非你買了11個 11個都換了 一個舊球員都沒有 真的是Fresh 整隊球都Fresh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現在要做的是 重建個心態 要重建個自信 還有做一些基本的東西 而不是真的去講 哪個位置的傳控 技術那些問題 現在連基本的東西都做不到 所有第二球都輸的 50-50輸的 短傳 三馬面對面輸的 拖文尼那些 斬到廣告牌上 沒有人逼他 一腳就斬了 根本就是斷線 整部機器都輕軌了 你跟我說 要安裝一個什麼軟件 是不好意思的 你一定要重建整部機器 去搞清楚這些 基本的東西 你現在整隊要想清楚 一件事就是 你要堅持你新的戰術 去發展 還是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 決定了 我們整隊開會 要開會 我覺得這些時候 危機會燃 我們真的 專注去發展新的戰術 我們就是要行傳控 走到底了 輸 我們都要接受 預算要輸 譬如迪基亞這些 你加失了給阿力薩 我們是要檢討 是要批評他 但是我們不是要嚇迪基亞 下一次你就斬上去 我們不應該要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要決定 走這條路 你就要鼓勵你的球員 去勇於嘗試 你就繼續試 你試 你連續犯錯多五次 你可能就會得到 如果你五次之後都不行 拜拜 sorry 你真的不適合這個戰術 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去這樣做 就不可以去怕輸 你一輸 你就要擾底 去害怕 去懷疑自己 然後就變成斬大腳 就把人踩上去 走一條舊路 你永遠都走不出 如果你整隊 不OK 我真的覺得 一路輸下去 就不可以了 你真的想要一些分數 都可以的 但你最緊要是 整隊有共識 打一些簡單的足球 聽黑要同意 球員要同意 我們暫時把全空放在一邊 我們不要 我們現實一點 因為隊伍一直跌下去 可能跌到十年敗 就是這樣 誰可以救出來 沒有人可以救出來 到時 你用什麼戰術都沒用 到時再改 已經崩潰 這季是finish 不打 我們現在先打一些簡單的東西 用兩三個轉會槍 又要跟老闆去談 跟Richard Arnold談 多多一兩個轉會槍 買齊人 我們先打傳統 行不行 兩條路都行 但只要是你和你的球員 和你的老闆 和你的足球總監 所有的座教 要有一個共識才行 現在的感覺就是 聽黑很想要打戰術 球員覺得自己不行 根本他們的思維 是未一樣 未能夠同步 不能夠再接受半天釣 一定要整班人 聽黑說得對 就是我們要Stick together 成為一個團體 我們是一個團隊 要一起去才有機會 擁有這麼大的難關 否則今季 你再輸下去 亦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有時打防範 有時扔高球 然後就輸一下贏 輸一下贏 這只會是上季的反彈 上季就試了一次 想打迫搶 打不到 然後扭回頭 沒有時間 太遲了 所以真的要看一班教練 助教和老闆 要站出來 去決定我們的方向 之後我們講到失球 失球我就不打算太詳細 因為其實大家這四球 都是比較簡單 個人的問題 但我不是那麼淺白 我可以再講得深入一點 例如第一球入球 誰都知道迪基亞那一下 撥一定是ERROR LEAD TO GO 他一定是撥有問題 但不是那麼簡單 這球其實是一個界外球 那界外球 你見到達洛扔 他扔這個位置 他扔上來這個位置 不算是太大的錯誤 但理論上 可以再編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都講 那些球你沒有信心的 向哪裏扔 有什麼事你就踢出界 如果被人搶了 你就把球出界 再輸界 但你向中間扔這些位置 你一搶輸 別人一轉出來便輸 這些又是基本的 我覺得達洛也有少許責任 這一下是不應該這樣 而且你的目標也不太明確 他扔上去 施朗拿 施朗這些球 其實被人後面一個得住 前面有兩三個 你說是否容易處理 不算是 當然他有些失敗 如果拿下來第一腳 彈後給艾力臣 然後一腳清是可以的 所以這一下 其實施朗拿到也有少許責任 有少許拖拖拖拖 然後又被人打走 又扮傷地掩著腳 這個其實我都不太喜歡 但你看回在施朗拿球的環境裏 其他球員在做甚麼 我圈著很大的圈 是否完全沒有人 防中我不能夠接受任何情況 我在說任何情況 介外球是你站好的陣型 你怎能夠完全沒有人在這個禁區頂 你不會是想到施朗一定能轉出球 萬一被人搶了 一搶中間那麼兇 真是活該你輸 真是活該 然後真是對手轉到中間 然後密比目 這個是達斯華拿到球 其實他是有更好的選擇 即是他這腳起腳射 我覺得是做得不算太好 因為他本身是左腳球員 他決定用了右腳射 進入了 迪基亞自己撲得不好 但其實他這個情況 萬聯後場又是面對的一個三打四 你見到其實他分到右手邊的球員 然後再斬去遠處 遠處麥加亞又是一對二 所以這個情況是可以有很多種死法 由丹戒外球那一刻 球員的棋位已經注定了這一球是相當危險 所以當然最大的責任是迪基亞 如果他正常發揮 別人射成這樣壞樣 其實不應該進入 但是中場的棋位好少少 扔球的人的決定扔好少少 其實都不用輸 如果第一球不用輸 這場球其實六死隨手 我未知 因為邦伯特也不是真的踢得很好 第二球 就是迪基亞開短傳龍門球 然後艾力臣被人撻了那球 有些球迷我見是怪艾力臣 沒有肯定的 我想跟大家說這件事 我自己踢開中場的 如果你這一球輸 你怪我 我一定會發脾氣 因為這些球 你怎能怪我沒有肩膀 還未開球之前 你們說的是死球 我當然知道我後面有人 艾力臣是否傻到 但是我看見他上面 他 clicked十幾秒 十幾秒 他會不會踢到自己身邊有好日 他很明顯就知道 他一定是知道 然後看到對手的球 他不接著 他就打算輸入 如果對手不跟他 是吧 阿力臣拖下来,对手如果跟万半拍,迪京亚交给他就完成了 但你走了才知道人家是否跟 你走了,他就跟了,迪京亚就不可以交给我的 贴到这么贴,一马都没有 你交给中间的位置,刚刚也说过 你没有信心的话,绝对不能交正中间 你交中间一输,就是一个单刀,结果就是交给阿力臣 而迪京亚有没有其他选择呢?我看了很多次 而不同的角度来看,迪京亚交给了迪京亚的线 是没有被人阻止过的,只有半秒被人阻止过 而那半秒,其实是临着他踢的那一刻 他有充足的时间,是可以给迪京亚交给了迪京亚交给 另难度,绝对没有难度,我也能给到 真的,这个我有信心,我也能给到 还有另一个选择,高难度少少的 高波扔过去梭尔,也是可以的 你扔他去哪里,就算梭尔控得不太帥 顶罪不输过界外球 或者走到全中底线角球旗 都不会直接输的 再坏一点,再差一点,没有信心一点 就给马天尼斯 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样用,就给马天尼斯 马天尼斯技术好一点,可能他会一拖 做个半个转,然后带球去左边,就给了梭尔 再斩上去就不用输了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踢球这些东西 我在中场,我经常有这些事情发生 其实我都被人害了很多次 我们自己踢球 我跑下来,不代表你要交给我 如果我跑你都要交给我 足球就不是足球 足球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我跑下来,我的用意是 我想拉开个位置给你,你交上去就可以 我拉了下来 我没有人跟着我,你可以交给我 他跟我下来,我后面就空了 其他队友可以利用我后面拉出来的空间 你就可以斩上去 不代表你要交的 所以这下迪金亚的决定是错的 我觉得第一球那个 他都可以说是有少计划 即是偶然一次犯错 没问题 各个六门都会犯错 这球我是接受不了的 就是他自己赛后都有自己承担 你看还有艾力臣你不能怪他 就是因为他已经做了他最能够做的 稳固的做法 就是他知道后面有人 所以他才第一个弹 但可惜对手就是他的队友 他旧队友来的 可能实在太熟他了 他未出脚之下 对手已经预判是他会立刻弹 你熟悉的人 你会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 结果他就猜中了艾力臣 我觉得是无话可说的 这个是100%不会怪艾力臣的 除非他是摩迪或是一个更高水平 就像以前斯丹那些 拿球就仰两下过去 他不是这种人 他的能力就是这样 你互相队友 要知道队友是什么人 我想他这一刻没有预期过迪基亚交 他赛了之后 他立刻很大反应 是骂到迪基亚那里 你不要搞错交给我 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一刻是哪个问题 其实迪基亚也告诉你 他相信自己应该做得更好 就是他要观察场面 观察得更好 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缺点 他上轨发挥得很好 上轨其实他是对内其中一个最佳球员 但其实他也有很多误传 短传这些呢 只不过没那么大的讨论点是因为他没有输 就是那几球被人抢了 有其他人补回 这球就补不回 但问题就放大了 让大家知道 第三球失球 第三球失球就是一个角球 角球 其实相归好了很多 这一球球 其实你可以看重播 很有心思的 奔福特尼球球 本身他是全部的前锋 或者球员 集中在大概十二码点 但有一刻他忽然放烟花 然后分散了 大家都知道 好像宇宙大爆炸般散开了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应该做什么 肯定是有练过的 但你看到这个配置 分了两个圈 一个就是禁区 十二码点的位置 三打三的一个圈 三个抹着三角 小禁区里面 是我们五个曼联球员 图住对手两个 你怎么看都不像会失球 因为布置 其实我们人数是有很大的优势 结果最后参与这球的角球进攻 其实都是对手这七个球员 没有一个在禁区外冲进来 忽然间又多了 是没有的 就是这五个球员 对着我们八个球员 以五个那边赢了 为什么呢 你看看刚刚这张照片 我们小禁区是五对二 有很大人数优势 而到别人入球那一刻 我们是变成四对四的 就是别人四个球员 松了进去小禁区 我们只剩下四个人 就是说 是有大量球员 是跟掉了自己应该盯防守的目标 我们现在曼联采取的角球的防守战术 是一半Sono Marking 小禁区是Sono Marking 外面这个是Man Marking 我可以说外面三个Man Marking 是全部失败了 跟不到进去 结果 那即是Man Marking 就等于没有再过 完全是一个Sono Marking 是一个全条防线的错误 你看到最后输的下 就是马天尼斯 马天尼斯 有人说他被人压着 还是不知做什么 但其实你看看不同的镜头角度 他跟Ben Mee 是原地一起向上起跳 没有说谁压谁 你看得很清楚 没有出手 大家都是公平地起跳 而马天尼斯 是失败了重心 抵输了给Ben Mee 这就是身体质素 当然你说可以不幸运 因为这球球 东尼二传回来中间 二传 刚好跌落的位置 就是马天尼斯的区域 Sono Marking 就是马天尼斯的区域 但是也证明了我们高空 证明了他没有足够能力防空 如果你说幸运一点 这球球突出到密加瓦 或者突出到斯洛娜 我相信是不需要输的 但亦都是反面 側面证明了 马天尼斯是不能防空的 而你要知道对手入球的中间 Ben Mee 其实我以为他是很善顶的大赤装 但结果他只是1米8的中间 就是他搬来踢球 他算是最矮的 当然他不是头场很弱 但他不能算是很善顶的球员 你看他生涯的入球记录就知道了 394场入13球 我专专去看很多中间的数据 比较善顶的中间 大概是十几二十场入一球 而Ben Mee 是30场才入一球 394除13第大概是30多 你看回以往最善顶的中间 我不算拉莫斯的痴线 拉莫斯入百多球 维迪491场入48球 即是10场左右有一球 泰利也是10场左右有一球 Ben Mee 绝对不是一个善顶的中间 而他也可以轻松击到马天尼斯 你看到马天尼斯的防空能力 放在英超是有几弱的 第四球球 第四球球其实是源自前场的一个围攻 当时我们七个人围攻 对手禁区其实是正常的 落后四球一定要攻 这个就不可以说是战术的问题 这个是正常的发挥 你看到梭尔其实对着有墨比武 单对单 这些守候场真的只是看自己个人的功夫 结果对手带他上去 不知做什么 又很准备给了东尼 东尼也处理得相当好 这一球也有人怪马天尼斯 没有标过去封东尼 我这个我又不能说完全是错的 马天尼斯可以再关闭一点点 他全球就没那么舒服 可能线传也没那么好 但其实东尼真的做得很好 这球球你看到他几乎是球不着地 即是球一下来凹起那一下他已经是立即打过左手边 只能够说东尼做得好 但马天尼斯 我觉得略嫌有点太低估对手 即是他猜不到对手会立即比 他有没有也都望了一望后面 即是他知道对手后面是有人盖上来 但他都没有立即去做 这个亦都是我相信是英超和何甲的分别 何甲可能还会拿下来扭多两下推多两步才交 英超的水平就是一下就交上来 结果所以就跑不赢了 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中坚麦佳亚 是不适合打高位 他跑不赢下来 梭尔其实也是 即是他的身形的速度 你见到他的身形都慢了 肥仔那样的 输了给麦比武 比武并不是一个高速的球员 如果你说对着以前的和确特 巴尔那些 梭尔是食层的 结果这一下其实他都食了一半层 还有一个讨论的问题 就是我亦都是多次看过晚镜 这一球有没有可能迪基亚出营 这些前场围攻 如果是一个擅长出营的农员 例如艾利臣或对手的拉耶 白里顿的山齐士 我觉得有机会出营 虽然很前的位置是禁区外 但现在的英超龙门 真的很多会冲到禁区外去做解围 当然迪基亚就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也打过问号 因为我不能说他犯错 因为这个难度是相当高 但我真的觉得有些龙门会出得到来 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总结起来 下半场我们改打了双防中 换回蜜汤 蜜汤和艾利臣是做并排的 4-2-3-1的棋位 那是好一点的 当然奔福特都也收了油 又是赢了四球 所以跟你拼 但是似乎真的需要做双防中 才可以慢慢过渡到 现在对内没有一个人有能力 去做单防中拖后 但我相信听客就很不愿意 因为崇尚传控的教练 都不喜欢用双防中 但是要过渡 我相信没有办法 是一个可以想的方向 另外就是球队的整体心态要处理 防中的问题 谁去做斗位 斗后防中很难 杂位 所以达乐也有问题 龙门 迪基亚 连续两场有犯错 加上热身赛 其实有人统计过 除了第一场对利物浦的60分钟之外 长长他都有ERROR 你看到他的状态 是跌了很多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解决 是否用希盾 还是立刻买个新的龙门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 老板和高层 是责无旁贷 这一场球 你看到廷刻 他都尝试了很多东西 但真的没有人适合他踢的战术 我相信他都很失望 因为他觉得自己这套战术是会合作的 但他没有他需要的部件 没有他需要的零件 是吧 怎样踢 用废特蜜汤踢拳孔 用ERICSON 打防中 其实他都很愿意的 我觉得老板和高层 是要有人问责的 即是这个转会枪 就算你最后15日买到什么Panic Buy 都是一个失败的转会枪 希望各位观众 曼迷也好其他球迷也好 其他球迷你要笑我们就继续笑 大把时间给你笑 不太不理想 其实我当年也笑过很多其他球队 条路很长 也都很窄 很难走 我觉得真的需要每一个 曼联人 曼联球迷 曼联球员 助教 名宿 所有人都要是支持这对球 支持不代表不批评 批评可以 但你永远都是要支持这对球 我自己会继续撑下去 每90分钟输10比0 我都会看下去 所以下一次利物浦那场球 有心理准备 我们一起再捏下去 下次再见 大家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 按like和点赞 按like和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